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历史热门节目 今天 我们将揭开蒋介石与其母亲之间显为人知的复杂关系 看看这位强势母亲如何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和家庭生活中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 与此同时 我们也将探讨在蒋介石退守台湾及毛泽东夺胎计划中那些关键智者的深远影响 最后 我们还将深入周恩来与下眼之间的深厚情谊 探讨他们如何在动荡的历史背景中相互支持 共度难关 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个精彩的故事和深刻的历史教训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中国历史热门栏目今天为大家介绍三档相关的节目 它们分别是奇人意识会 钦点历史和温象说党史 这些节目通过不同的角度和视角 为观众呈现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些显为人知的故事和人物 下面 我将为大家一一介绍这些节目的来源 原创作者以及其内容 一 奇人意识会 来源及原创作者 该节目由一个名为 奇人意识会的 团队制作主要关注历史人物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内容简介 本期节目讲述了蒋介石家庭生活中显为人知的细节 尤其是蒋母在家庭财务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蒋母以其严厉和果断的性格掌控了蒋介石的资金管理 使得即便是宋美玲也需对她敬畏三分 节目通过一件宋美玲申请慈善资金的细节 生动地展现了蒋母在家中的权威 分析 通过蒋母的故事 节目不仅揭示了蒋介石家庭内部的权力动态 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中金钱 家庭与权力的复杂关系 蒋母的节俭与财务掌控 在动荡年代中显得尤为重要 这也保护了蒋介石的政治生涯 2. 钦点历史 来源及原创作者 由钦点历史团队制作 旨在通过历史故事带来对历史事件的深入思考 内容简介 节目探讨了两位在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转折点上 扮演关键角色的人物 陈诚与林彪 陈诚建议蒋介石退守台湾 为国民党找到了新的立足之地 而林彪则从战略上建议毛泽东夺取台湾 尽管未能实现 但其建设和军事策略对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分析 通过对陈诚与林彪的分析 节目揭示了历史决策中的智慧与勇气 这些关键人物的建议不仅影响了当时的局势 也为两岸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 温向说党史 来源及原创作者 该节目由温向制作 专注于讲述中共党史中的人物故事 内容简介 本期节目讲述了周恩来和夏衍之间深厚的友情 周恩来不仅在政治上给予夏衍支持 更在个人生活中提供保护 夏衍作为剧作家 用他的作品表达了对社会和人性的思考 尽管在政治风波中也曾感到无奈 但他选择用艺术传递希望 分析 节目通过周恩来与夏衍的关系 展示了一种超越政治的深厚友谊与理想的共鸣 两人在动荡年代中相互扶持 体现了对艺术和社会的责任感 通过他们的故事 观众可以感受到在历史洪流中理想与信念的重要性 这些节目不仅通过生动的故事和深入的分析 带领观众走进历史的细节 同时也通过人物之间的关系和决策 揭示了背后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 在欣赏这些故事的同时 我们更可以从中汲取智慧和勇气 面对当下的挑战与选择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蒋母是指蒋介石的母亲王彩玉 王彩玉是清朝末年出生的女性 生活在浙江省凤化县金属宁波市 她是一个普通的农妇 但在她的后代中产生了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物蒋介石 蒋介石是中华民国的重要政治和军事领袖 曾担任国民政府主席 被誉为国民党的重要人物 其影响力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十分深远 关于王彩玉的生平 资料较为有限 但她被描述为一个勤劳 坚毅 并极具传统家庭观念的女性 蒋介石在其自传中多次提到母亲对其成长的重要影响 他曾表示母亲是赋予她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来源 并强调母亲赋予了她对逆境的忍耐和坚强的意志 王彩玉的教诲和影响 可以说深深植根于蒋介石的性格形成和后来的政治生涯 由于蒋介石的历史地位 王彩玉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研究蒋介石早年生活 和形成其政治思想的重要线索 他的教养方式和家庭环境 对于理解蒋介石的成长背景有一定的帮助 虽然王彩玉一生并未卷入政治 但他在家庭中的角色和影响 通过蒋介石的历史地位而被放大和技术 他的形象某种程度上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传统母亲的典型特征 即专注于家庭子女的教育 并通过自己的方式影响下一代的成长和发展 王彩玉去世时 蒋介石尚未完全展露头角 但从他后来对母亲的缅怀和纪念活动来看 王彩玉无疑在他心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这种母子关系也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观念的重要性 母亲在子女教育和品格塑造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我是楚天书 今天我就要为蒋母辩护了 有人说蒋母控制了蒋介石的财政大权 让宋美玲倍感无奈 我倒觉得这位老太太简直就是理财界的祖师奶奶 要知道蒋介石从小受到母亲的教育 养成了对金钱的谨慎态度 这使得她在乱世中能保持经济独立 想想看 没了蒋母的严格把控 国民党在内战中可能早就成了财政黑洞 蒋母就像那个时代的经济大脑 在动荡的时代 她的精明是蒋介石政治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保障 大家好,我是谢琪琪 楚天书,您这描述把蒋母说得有点过头了吧 蒋母的确能干 但不代表她的手段就奏效 蒋介石为了保护母亲的形象 都不敢跟宋美玲一起花钱 这样的局面其实是影响了夫妻关系的和谐 试想,宋美玲要筹备一场慈善活动时 居然得绕过婆婆 这不光是家庭事务 这也反映了当时家庭结构的固化 蒋母的控制欲 在现代看 简直是爱之过深 择之过严 何况 蒋家最后也并没有摆脱经济困境 蒋母的军事化财政策略 并非万全之策 谢琪琪,你说的有道理 但让我们看看更大的图景 蒋母的权威不仅仅是一个家庭内部的事情 更反映了那个时代女性在家庭中的隐性影响力 她之所以能掌控家庭财政 除了蒋介石的孝顺 更因为她的理财能力在当时诗书罕见 蒋介石能在台湾站稳脚跟 绝非偶然 蒋母严谨的理财观念 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就好比秦始皇背后的小嬴政 没有屡后的辅助 如何能够成就千古一帝 蒋母就是这样的角色 隐于幕后但影响深远 楚天书,你这比喻可真有趣 但是,把蒋母比作吕后 可不太妥当 吕后可是历史上著名的权力操控者 而蒋母不过是个家庭财务长 她能如何影响蒋介石的政治决策呢 蒋介石在台北行馆的最终失败 说明了,节俭并非万能钥匙 光靠节俭是打不了胜仗的 况且,蒋介石晚年在台北凄凉的处境 或许正是因为过于依赖母亲的财务管控 而未能更好的适应和调整 蒋母的角色反倒成了蒋介石政治生涯中 一种过度沉重的包袱 谢琪琪,我承认蒋母的角色可能有些局限 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她在蒋介石生活中的重要性 在那个动荡年代,家庭的经济状况 直接影响着政治生涯 蒋母不仅是家庭的财政掌舵者 还是蒋介石道德和价值观的守护者 我们不能将蒋家后来的经济困境 全都归咎于蒋母 蒋介石本人的政治决策 外部环境的变化同样是重要因素 蒋母只是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尽最大努力去保护这个家庭的经济安全 楚天说,我也并非要全盘否定蒋母的努力 只是我们要看到每个角色的多面性 蒋母的确在家庭财政上做出贡献 但她的管理风格也让蒋介石 在面对复杂的家庭关系时 出现了决策上的犹豫不决 我们可以说,蒋母是那个时代女性的典型 能干但控制欲强 尽管她的初衷是好的 但我们也要正视这种控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或许,家庭关系的和谐与稳固的经济基础 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应当更好的平衡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在这场辩论中 楚天书和谢琪琪针对蒋母的角色 及其对蒋介石的影响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两位辩手各自提出了独特的观点 值得深入分析 楚天书的观点强调了 蒋母作为家庭财政的管理者 并赞扬了她的理财 才能对蒋介石政治生涯的支持 她提到蒋母的控制 使得蒋介石在乱世中保持了经济独立 这一点无疑是值得认可的 毕竟蒋母在一个动荡的时代中 成功地管理了家庭的财物 这是她的能力所在 然而 楚天书在辩论中 把蒋母的角色比作历史上的小嬴政背后的吕后 这种比喻虽然引人注目 但却过于理想化 忽略了两者在历史地位 与权力影响力上的巨大差距 相对而言 谢齐齐的反驳则更具批判性 她指出 蒋母的控制欲 实际上影响了蒋介石和宋美玲的夫妻关系 这一观点非常重要 家庭和邪对于一个政治人物而言至关重要 而蒋母的过度干预 无疑使得这种和邪变的脆弱 她提到 蒋家最终未能摆脱经济困境 这一点有力质疑了 楚天书的军事化财政策略的有效性 在辩论过程中 楚天书和谢齐齐 都展现了对人物的深刻理解 但也各有不足 楚天书未能充分考虑 蒋母的控制欲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反而将她视作一个无所不能的经济大脑 而谢齐齐虽然揭示了蒋母的控制欲 但她对于蒋母的理财能力 及其对蒋介石生涯的正面影响略显忽略 总结而言 这场辩论充分展示了家庭角色 在政治人物生涯中不可小觑的影响 蒋母的财务管理能力固然不容小觑 但她的控制欲和严格的管理风格 也可能成为蒋介石面临的重大障碍 楚天书和写齐齐的观点都值得思考 两者的交锋让我们看到了历史人物多面性的一面 未来在分析类似的历史人物时 我们应该更全面地考虑 他们在家庭与外部环境中的作用 以便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成功与失败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推荐热门节目的内容 我们的目的是提供给大家不同的视觉 不等于我们认同或反对原创者的内容 更不是对大家的行为做任何引导 同时我们对原创解读未必正确 请大家去节目的原创者频道观看 请给我们这个节目点赞 打赏 欢迎大家就节目内容发表意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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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